马太福音21章22节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就必得着 在马太福音的21章18到22节这段经文里 提到耶稣因为无花果树不结果子而咒诅他 结果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接着他就对门徒说 你们若有信心不要疑惑 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 无论是叫无花果树枯干 或是叫山移开 都是神迹 是人不可能做到的事 但是耶稣接着说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就必得着 在这里有几点是关于祷告蒙垂听要注意的事 第一 要按神的旨意求 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提到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能忘求 因为在雅各书四章三节也说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忘求 所以我们祷告 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 第二 只要信就必得着 这里的信 原文有信赖信靠的意思 这个字特别强调 相信神的大能 以及神同在的帮助 此外也确信神的存在 以及相信神的启示 或所说的是真实的 原文的时态 是现在进行事 是表明一种持续不断的信心 不是五分钟的短暂信靠 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 所以没有成就 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坚持的来信靠神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